七人為一組,包括山貓、吊車以及相關的電鋸等這些操作的人員 我們高雄市大概有60組左右的器械加人員的機具 那現在都已經在各主要道路在迅速的希望說在今天能夠恢復主要道路的交通的一個通場 那除此之外,也要特別感謝中央給予協助 總共協助我們在其他的縣市給予我們最大的資源 那今天早上七組的人力在台南已經完成集結分配到其他的受災地區來重建的工作 那總共我們跟中央有請求協助的部分是90組 那也要非常感謝包括台中、桃園、新北跟台北市的救災的人力能夠來協助高雄 那這個部分我在這裡還是要特別表達感謝 那我們預計的進度是在今天要完成主要道路的搶通 那在三天內我們希望可以恢復我們的市容 那尤其這一次在整個樹木的倒塌可以說是非常的嚴重 那不管是在露宿或者是在公園的樹木 那以及在學校的這些樹木都造成大量的這個倒塌 那這個數量我們現在大概還很難做一個很準確的一個估算 但是各位可以來計算 假如一棵樹木倒塌 大概20公尺的樹木倒塌在路上 大概一棵樹木我們要花2到3個小時來進行清除 所以這個清除的工作可以說是非常的困難 那我們也希望說能夠加速整個清除的工作 那也要提醒市民朋友注意 希望說行經那些受阻道路的時候 那也可以配合不管是交通的指揮 或者是這個警察在協助蘇島的工作 那這樣也會讓我們的這個搶救的人員 可以更順利的來進行 那我想這一次可以說是在整個樹木的倒塌 或者是在整個颱風的一個影響 以風力直接的影響可能數十年來高雄最嚴重的這個一次 那我要感謝所有協助救災的人 那也要特別感謝市民朋友 能夠在這一次的颱風 能夠配合市府防臺的規定 那到目前為止我們在昨天的早上 跟前天各有一位總共兩位的清傷 也沒有大礙 也沒有生命的這個危險 所以可以說是相當的這個 建議 因為你不會去 會不會再給它 其實那一個